学员仔细把每条线放在枕巾架上 呈现各种色彩图像 高雄桃园文物馆举办马金顿 你知不知道布农族地支研习课程 带领学员进入布农族传统编织领域 从以前就一直很希望说可以自己手支 给孩子做布农族的传统背心这样子 所以一听文物馆有开这个课的时候 就立马报名 很少人会然后很传统 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可以很安静 然后有点疗愈可以疗愈自己这样 讲师表示传统编织不同现代织布技巧 尤其第一步整经恐怕就让不少学员放弃 因为要把每条线排列整齐 否则成品就会失败 因此为了让初次接触的学员好上手 先由平支来打下基础 本来应该是要做学文支 因为在我们布农族其实上是在做学文支 因为我今天教的课程是因为他们还不太熟 不太熟所以我就先教平支 其实这个是我们布农族传统支部 桃园文物馆表示来参与地支研习课程的 除了布农族 也有阿美族 拉拉族等不同族群 配色非常多元 希望用最传统的技法创作出多元的编织作品 原新闻大部高雄桃园采访报导